神明、神明、神明、神明 神明、神明… 那看看過去的時代 像蜜特日巴的時代 就不要說馬桶啦 也很少有椅子等等這些地方可以坐 那麼蜜特日巴在山洞中 在森林当中 没有这些顺缘 所以真正重要的 不是环境的干净 是我们心的清净比较重要 我们现在会去 用心地去整理我们的环境 可是却很少用心去 却很少去整理我们的自信 好像先前我们也有教过 就是说我们不清净的身语义 要转换成清净的身语义 所以首先身的部分 我们就要有正确的知识 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做 所谓的披露真那佛的七支做法 为什么身体的知识 是很重要呢 因为所谓的身直则脉直 脉直的气质 就是说我们身体 如果能够做正的话 那么我们身上的脉血管 也能够平顺 那里面的血气 气血也都能够走得很平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心也就容易平和 举例来说 像说我们一杯水 一杯水如果我们 没有好好放着的话 那么不平稳的话 那么我们就 这杯水没有办法放好 那水就会流出来等等 那如果这个杯子 跟桌子都是很平整的话 那这杯水就能够 好好的放在桌上 能够平静 那如果要完整地教导 披露这那佛七支做法的话 还需要很多的时间 时间可能不够 所以我先问问大家 就是有学过禅修的 请举一下手 有学过打坐的 举一下手 所以我稍微简略地 稍微介绍一下 手上都有自己的好的 整個三受摔 outta的是 手上搜到的 手上搜到源 手上搜到上面 小火好 再想足下 你PE 平底 等你 那首先为了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坐正 如果我们是坐在坐垫上面的话 那你可以看看像佛陀的堂卡 像这样子佛陀是双盘金刚佳福座做的 那这样可以坐得很平稳 那各位如果没有这个习惯 或者说现在坐在椅子上 那不方便坐这样子的姿势的话 那你双脚就平放 不要一高一低 那双脚平稳地放着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坐正 不要过于前倾 也不要过于后仰 让身体能够正直地坐着 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坐着 我们的身体能够坐在哪里 那算是什么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坐在旁边 那第二呢就是双手要结定印 双手结定印呢就是我们右手放在左手上面 那么拇指相抵触相似平着 或者说像一个生法功的样子都可以 那么这个定印呢我们就是要放在肚脊以下四指幅的地方 但是也不一定啦 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瘦 有些人可能肚子很大 有些人手比较长 有些人手比较短 那么不见得能够正好舒服地放着 总之呢双手结定印 然后你能够很舒适地将它放置的这样子为准 那有些这样子做显得不够自在的话 那你可以看看像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的姿势它的右手 右手是结触地印 所以我们可以类似像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这样子 我们双手 双手非常松缓地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面 这样子也可以 那第三就是我们肩膀要如阴旧一样的耸力 并不是说我们要高耸我们的双肩 就是如果你是结定印的话 那么我们的肩膀 肩膀就会自然地微微向后张 那如果你是双手 双手放在膝盖上的话 那你想就是这个大臂你要夹紧的话 会很不舒服 所以说双手如果放在膝盖上的话 那让肩膀微微地厚张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我自己也认识的 从那里然后往前往实时 我们想到那里 那我有一个朋友是另外一个仁波切 他有次到法国去洪法 那在这个树林当中看到一个人坐着 然后他双手就这样子张着 双手这样子张着 他问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在打坐 那打坐为什么这个样子 他说那个书里面写的说 那个手要像英旧 就老英一样这样子张着 所以说我就这样子张着 那这个就是他没有真正的学 那自己搞错了这个口诀 然后看他的表情 看他的表情就 就是很疲惫 很痛苦 有一点面目猙獰 我们打坐是希望要得到我们身心的平和 那像这样子呢 打坐看起来就显出了这种愤怒的相貌 就是做错了 那第四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的脊椎 脊椎要直 脊椎要如健于一般的直 那么而不是像这样子歪曲的 这样子就不恰当 将脊椎打直 这非常的重要 那第五个呢 就是下额 下额微微微后勾 并不是说你要这样子把头给低下来 而是说下额稍微往后说 那其实我们如果头 这颈椎正的话 那这个姿势就做到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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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合 他 他 我 他 他 他 我們要視線看著鼻尖 第六就是我們的視線要看著鼻尖 這有點累 因為有些人鼻子比較扁一點 看著鼻尖可能不容易 有些人鼻子比較尖 可能就看 總之我們視線看著鼻尖的前方 不要將眼睛閉起來 如同像我們看菩薩佛的眼睛 眼睛微微 眼睛微微的閉起來 沒有真的閉 就是稍微往下 那視線 視線看著鼻子的前方 我要回音 視線看著鼻子去哪兒 我想你會想說 照顧著鼻子的招兒 就是抹著鼻子的처目 今天先一直進充斥 所以 鱼肉就補了 酸乳酸脂的不是说的 如果也会用肌脂肪 所以 咱们吃上了 脂肪和脂肪 这一点肚饿了 如果不能吃 吃上的 才能吃上的 就还要用胸脂肪 یک去变好 最后一个就是要舌尖顶住上颀 我们舌尖顶住上颀的时候 我们的口就不容易干 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口水 有时候因为环境的湿度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可能长时间打坐 嘴巴会干而不舒服 有时候可能分泌太多的唾液 也造成了我们打坐时候的干扰 总之我们保持着我们的口部能够湿润 不干也不会有太多的唾液 那这样子能够减少许多打坐时候的障碍 那么刚刚所讲的就是属于身的要点 身的要点我们讲述完毕 现在要讲语的要点就是口 那么这边首先我们必须要吐出浊气 什么叫浊 浊的话就是污秽 肮脏像垃圾一样就是不好的 我们必须要排除的 那这些是什么呢 就包括了我们无始节来 我们所累积的种种的这一些恶业业障 那乃至于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一些 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呢 这些都是污秽 然后我们必须要把它排掉的 那如何吐浊气呢 那么双手的拇指尖放在无名指根 那这边有我们无名的脉 那么双手的拇指尖放在无名指根 然后手指轻轻地把它给包起来 那么全面朝下放在膝盖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一定要做好 如果你坐着歪斜的话 那气脉就不顺 那我们如何将浊气给排出体外呢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将我们的身体作证了